蚝油蒜蓉酱汁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白菜山菜 可以清炒和白菜 我今晚做白菜山菜 蒜头刷也好, 切定 切定后, 轻轻切到一半 用刀背 翻刀封, 切一切 红椒丝, 切到蒜粒 生菜买回来, 黄叶, 切一切 蒜粒要切深一点 会散开 这些也不需要 生菜最好, 煎葱煎 洗第一次 洗一次后, 第二次才浸 浸一会儿 浸5至10分钟 浸好的菜, 洗一下 用流动水, 边冲边洗 浸完之后, 洗两次就可以了 绿生菜 先讲一下步骤 先煮的芡汁 因为生菜一滴出来 不需要那么热 一滴起来, 要马上降温更好 将生菜逃出大蒸气 不然烤会黄 在煮蒜蓉前 一定要煮一个生粉水 把它搅匀 要调回小火 先锅已经热了 炒蒜头 不需要太热 不需要一下子 蒜头就烫了 这样就好了 正好 用一个慢慢的火来炒 炒到有点黄黄的色 香味又出来了 先放入蚝油 放2汤匙 1号油 做生菜 也搅拌一下 炒好后放入汆汁 水视乎需要的汆汁放多少就最多 有滚水就放滚水 倒一些生粉水 生粉水不要一下子倒散 煮这么多不一定需要的 要看汆汁的减变程度 放汆汁 容易控制很多 生菜的水分比较大 让我们收紧些汆汁 可以试味 试味適合你的厚味 这个汆汁煮好了 下一步绿山菜 水是滚了 盐放一根糖 油 油让它轻绿一些 糖就让它软身一些 有些甜味一些 盐要一些底味 打开了锅 蒸汁不够 煮些菜出来就不好 盖锅 让它滚起身 这个很适合我们家庭的做法 让它有大蒸汁上来 一开始盐上去 盐量控制蒸汁 不要让它走 这么厉害 一揭过来马上下 快速 最好的 马上盐开 也不用抄它 它的蒸汁很劲 等它的蒸汁上来 现在开始上来 很快 很快 要转它 一转那边 基本差不多就可以了 大约30秒 开盐又要快速 开盐 开盐 就拿定的工具 来翻它 一开盐 马上把它翻过来 一样翻它 不要犹豫 犹豫 它的面头就白黄 很绿色 很漂亮 很漂亮 这边就不用盖盖了 这边就 已经可以了 已经就这样可以了 开盐之后 不要在锅子太久 浸着水 你一浸着它 它又是浓了 浓了 就不好 等它 什么都熟透了 如果不熟透 它很容易发黄 很漂亮 翻火 很漂亮的山菜 这个时候要走大烟 蒸气要快脆 让它走开 不要浸太久 很漂亮的山菜 你经常入厨就会有感觉 很漂亮的 这碟菜 我随便夹上来都很漂亮了 看得到的 你看多漂亮 山菜 是吗 它有水的 给它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 淋上那些 蒜蓉酱汁 这个就是蚝油蒜蓉酱汁 现在还很热 如果滚热 滚下去 其实就不好 因为山菜不需要热 已经上了锅了 那这一道醒胃的 蒜蓉蚝油山菜 就完成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一下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